大家好,我是小秋,这是石头 这两天发现石头左傍边的毛吐得特别的严重 朋友们可以看,它左边的毛都要吐光掉了 肚子上,肚子里面的毛也是吐掉了一大块 朋友们可以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得了皮肤病吗 还是是它自己没事的把自己的毛给啃掉了 朋友们,你们家的狗子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连肚子这边的毛都没掉了 我又怀疑石头是得了皮肤病 但是这个皮肤上面啥都没有 没有红疹,也没有痘痘 就是秃毛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平时吃饭也没有给它吃咸的东西 朋友们觉得你看,这肚子下面都是白 都吐掉了,这个像是被它咬的一样 这个腿这边的毛 太惨了,好好的狗吐成这样子 石头太惨了,吐成这样子 哇,太吓人了,太恶心了 朋友们觉得,这个要怎么给它 怎么治才会治得好呢 我们看一下石头的右边 这几天我都一直盯着石头 它右边的大腿上就只有一个口子 然后现在旁边有多多少少 多了一点点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石头自己没事的时候 把自己毛给啃掉了 然后它右边就只有那一个口子 一直都是,这三四天呢 就只有一个口子 右边还好 就左边实在太可怕了 吐成那个样子 朋友们,你们觉得它这是什么情况 又没有长痘痘 又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吐毛了 石头的体内蛆虫跟体外蛆虫都有吃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轴关节这边也是涂掉了 太长了 但是这个吐毛的情况 对石头好像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它每天还是非常的开心 朋友们可以看这个像不像得了皮肤病 但是我又找不到它这个皮肤啥都没长 朋友们觉得这是什么个情况 太惨了 石头 吐成这个样子 唉 太惨了 石头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让蛇毛长回来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蛇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明镜需要的支持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和支持点赞 欢迎订阅